接下来是一件旅游纠纷 在中部地区有五个朋友 结伴到印尼的巴黎岛半自住旅行 结果五天的行程 他们却是一肚子气 不但发现住的饭店 跟网路上面的照片差很大 甚至有团员拉肚子 也找不到紧急联络人来帮他处理 他们回国之后 立刻就向平保协会提出了检举 拉肚子明明就是大肚子 你看那个包厂 半个月前的巴黎岛行 张小姐说起来还是一肚子气 和好朋友一起参加五人成型的mini tour 一个人的团费三万多 不算便宜的行程 但噩梦就从住进度假村开始 淋浴间浴室 反正你能够看到的地方都是青苔 不然就是沙子 不然就是美 那我们有跟他问就是说 那请问一下实际上的房间的东西的话 是不是跟你网路上的一模一样 他跟我们讲说是 想不到就是说 这个去到现场那边的话 不但不一样就算了 而且落差很大 拉肚子的话 第一个时间找导游 看能不能说去买什么药 就才发现说 导游没留电话给我们 上面也找不到当地导游的电话 张小姐形容这场巴黎岛之旅 像是惊魂祭 更是害怕得罪导游领队回不了台湾 而这家号称有三十多年历史的旅行社 强调这团旅客住的 确实是同等级的度假村 只是房型不同 台中市小保官则是提醒民众 遇上消费纠纷 拍照录影存证 日后才能讨为公道 网路或是行销的广告的方形 都不符合 直接马上跟他反映 他如果没有处理 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拍照 或是团演的证明这些是 原来不符合当时他们签进企业的方形 不贪便宜 出过钱契约写清楚 如果旅游业者愿意在广告DM上签字 更是旅游品质的最佳保障 即将进入春节旅游旺季 小保官也提醒民众 一旦发生争议反应无效的时候 当下要记得搜证 事后向观光局或旅游拼保协会申诉时 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 记者黄秋来世杰台中报道